歡迎收看PB 等一下追追地看新聞 又到紅色星期三啦 今天有沒有大新聞呢 有的就是說蕭亞軒和柯正宗 剛結束一段戀情嘛 是 結果最近傳出來她身邊多了一位 護花使者 沒錯 那她的長相其實都是帥帥的 壯壯還有刺青 跟她之前喜歡的那種類型都非常的像 而且她們還是在 吳建豪的婚禮上認識的 沒錯 而且她們還是在吳建豪的婚禮上認識的 他們關係真的有點複雜 且聽我娓娓道來 聽清楚了 這位Alrox她是吳建豪的太太 Aryssa的二弟 也就是吳建豪的小舅子對不對 同時她也是Alva的前男友 王陽明的表弟 而且她也是Alva另外一位前男友 柯正宗的好朋友 夠複雜了吧 真的還滿複雜的 但是其實蕭亞軒的經營公司 有跳出來澄清說 然後大家都只是好朋友而已 但就在這個時候就有網友爆料說 他們發現柯正宗取消對Alrax的 微博關注 這真的是要繼續看下去了 不過今天還有另外兩個戀情 也是我們要趕快報出來的 其實暗卡滿久了 一個是我們雅虎另外一位女主持人 還有一個是伊乃唱將女歌手 趕快看一下到底是誰 恭喜恭喜 我們雅虎姐妹愛漂亮的 當家主持人小滿 有寫啦 有寫詩啦 從黑社會妹妹出身的小滿 不僅出了明明是個黑美人 大啦啦的個性 也被說像個小男孫 但自從人家拍了那一廣告之後 就正式和大家宣告 他真的長大了 這幾天小滿被拍到 和一個男生一起去看蘇打綠的演唱會 還松口承認雙方正在戀愛ING 更花南方是個值得依靠的輪啊 原來這個男主角就是邵翔 因為拍了終極三國開始竄紅 還和胡宇威班傑等人 做過男子團體五虎五將 和小滿則是因為合作拍偶像劇認識 兩人雖然從去年開始 就常常被拍到私下偷來按去 還疑似已經同居 但當時兩人始終打死不論账 但虎哥記得出道以來 只和前半半堂男孩的小玉 穿過緋聞的小滿 曾經自爆被前男友劈腿偷吃 還說自己就愛不受控制的壞男孩 希望邵翔這次 真的要給我們家小滿好好照顧啦 紅色星期三還沒結束唷 另一個傳出喜事的還有她 朱立金 今天被爆出 原來她已經有個長達六年的地下男友了 哇塞哇塞 虎哥我說 這朱立金不僅藏衣 乃好身材的功力一流 怎麼連藏戀琴的功力都不是該的呀 6月11日 朱立金被拍到結束代言活動後 由這邊這位刺青男Sam 在回與朱立金相歸 一同上樓後 Sam就沒在下樓了 曾經是第三季 超級偶像冠軍的朱立金 在出道以前是個助唱歌手 根據報導 朱立金的男友 就是她在助唱時期的工作夥伴 兩人還一起同台演唱過呢 再看朱立金 在男友旁邊 果然跳得特別寂靜 兩人一打一唱 看來很有愛啊 要跪了吧 姐妹愛幸福喲 巴道